好 這樣各位應該比較上課的感覺 那你要只看老師的 你就把鏡頭拉近一點嘛 其實就好像我們現場有的多了一台監視器 可是是你可以遙控的 那這個東西我們用在哪裡 用在我們的教學現場其實也蠻方便的 方便在哪邊 比如說像假設你有實作的 或者是屬於實驗性的課程 實驗的課程需要動手做的那一種 那這個時候我們 你叫他同學的拿到老師這一台在廣播出去 這樣是比較麻煩 那我們透過其實各位 有人幫我調整 因為你們在調整 你不要忘記你們有那麼多人進來看 攝影機一台而已 所以還是會變 那他事實上也可以有聲音 甚至你可以我這個地方我要拍照有沒有 你可以把他做拍照的動作在這裡有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兩個拍照 有沒有 那一種拍照是放在我們這邊 一種是存在我們上面的記憶卡 就是你的照相機裡面 比如說我在這邊做一個拍照 這個是會在我這邊有沒有就把這個畫面拍下來了 我就可以按右鍵把它存下來 這是第一種方法 第二種方法是我如果需要把這個畫面或影片 我們可以存在什麼 如果你是按這個 它會存在你內存的記憶體 或者是你外界的記憶卡裡面 看你當初怎麼設定 這樣了解嗎 甚至如果你覺得這個曝光不夠 我也可以調整一下 這樣就可以 不是這個 這個 有沒有覺得變亮一點點 就是說如果你的光線比較暗一點 甚至你也可以打開LED燈 請問 來你們回頭看看 有沒有亮起來 不要了解 還可以用在哪裡知道嗎 還可以用在那個 你在做那個什麼 生物觀察也可以 只要你確定放在那邊 不會被偷走就好了 因為我們 你有沒有聽過縮時攝影 有嘛 有時候我們實驗的時候要觀察 可是 你舊的手機我先問一下好的 你們舊的手機都怎麼處理 會拿去變賣嗎 一點都沒有價值對不對 拿去變賣人家說 你拿噴手來的 但是你不要忘記了 上面有很多感測器 可以用啊 對吧 你買最新的你可以繼續想說 但是舊的 躺在家裡也是躺著嘛 叫它出來 站起來出來曬曬太陽也很好啊 所以像這種舊的東西 我們就可以拿來用 那這個呢 我們回頭看一下這邊 這就是我在這邊要跟各位介紹的 我們這裡有一個 IP攝像頭 這個我已經有寫文章了 所以 就是這個 有沒有 像這樣子 我們 裡面有兩個 主要有兩個 一個是軟體 一個是硬體的部分 硬體的部分 原則上就是你拿你舊的智慧型手機就好了 沒有跟別人要嗎 你那一台你要換新的 那一台舊的我跟你預約一下 再來 你可以用舌管 或是所謂的自拍 有那個自拍神器吧 對不對 有的自拍神器 現在不是有那個會張開有腳架的 下面不是像這樣張開有腳架 也可以啊 只是我比較喜歡用舌管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舌管比較方便啊 雖然我已經用了一隻在那裡 我這裡還有一隻嗎 你看我 要變魔術有沒有 舌管有個好處 彎來彎去角度比較好調 第二個 它有這個 你是不是比如說我在教室 我就可以直接夾住嗎 我們用這個有一個很大的目的 是不希望怎麼樣 鏡頭搖晃 你今天我說我用手拿 同學我就直接這樣對 這樣看你會頭暈 為什麼 難免會晃嘛 對不對 所以我用夾著的 甚至有時候你在窗邊 像我們在這裡 我就這樣直接夾著 也可以 而且它這個地方 可以調角度有沒有 但是我必須跟各位講 如果你真的想要用這樣子的話 可以的話你買這種旅館的會比較好 我這個是旅的 現在外面比較便宜的 你去縫腳 或者去要一般那個店買 他們現在是用那個 像我們那個鎖那個腳踏車鎖 那種有沒有 塑膠的 那現在一支多少 50塊而已 這樣一支60塊 連這個 連這個都是塑膠的 可是我必須又跟你講 那個可能用沒多久又壞掉了 這個好一點點 就大概200多塊這樣子 也是說下位 如果以同等級來講 它算是高一點點 可是我覺得實用性是比較高 實用性比較高 那你這樣拿著 其實還好 真的不行放在這裡也可以嗎 哈哈哈哈 這樣也是一種方法對不對 反正我們的重點是希望它穩定 希望它穩定 所以說你有用這個方式 這個是在硬體的部分 可能你可以準備的 其實因為大家來自不同科系 也許你可以想看 搞不好你們科系上有些老師的課程 用這種就很適合啊 因為如果你拿一台什麼 食物投影機 第一個還要去戒對不對 第二個比較笨重 要搬又不方便 第三個它是有限的 所以能不能離開老師的視線太遠 不是離開老師視線 是離開電腦太遠 一定要就是只能到那邊而已嘛 對不對 那這個是硬體 那如果說你要用的是 Notebook是最方便 因為Notebook本身有沒有無線網路 有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是PC的部分 你可能就需要買一個 像這樣的一個無線網卡 像這一種 那這無線網卡其實現在也是蠻便宜的 像我現在現場用的這個是小米的 小米Wi-Fi那個是99塊 不會太誇張吧 這個呢 你看現在無線網卡 PC的無線網卡都這麼小一個 這個是華碩的比較龜 200多塊 效果一樣 效果一樣的 就是像這樣 那就是如果你是在PC上 可能就必要讓它能夠連無線 那這樣就好了 軟體要不要花錢 不用 因為軟體都是現成 就是有APP 有APP 所以你只要把你的無線的熱點打開就好了 那裝的APP就可以用 它有 有兩個 你看到一個是繁體的一個是簡體對不對 那我平常是比較常用簡體這一個 那繁體這一個呢 它的功能比較少一些 不過它有個好處 如果你是蘋果咬一口的那一種可以用 它有 所以這個要看你 要看你 原則上像這樣子 那這個文章呢 如果你要比較詳細的這個文章 我把它放在這邊 我們這裡面有 有一個 有沒有看到舊手機跟這個 有看到的 所以你看我們在這邊 我就點進來看一下我們這一篇的文章 像這樣子 那連價錢我都幫你算好的 差不多這樣而已 就這樣子 就這個而已啊 頂多你要加這個就加幾百 那個什麼無線網卡有沒有 加一個無線網卡就這樣 無線網卡大概150到300塊 這個價位 這樣就解決了 那你看我們往下走 大概是像這樣子 開啟手機的Wi-Fi 然後呢你把那個APP裝好了 那IP的位置它會告訴你 就是因為每個人都會不一樣 我們為什麼要用手機的Wi-Fi熱點 你說用學校的好不好 其實也可以 但是就是怕說學校有時候可能在 某些教室某些區域 它的連線比較不穩定 或者人比較多對不對 那你能夠用到頻寬就相對比較少 就比較少 所以就可能那個Delay的情形會比較嚴重 所以用自己的熱點就自己用而已 好 然後呢 安裝這個有沒有 那你進去之後呢 第一次會有一個就是要你安裝它有一個解碼器 壓縮器的那個視訊的部分 那你裝完之後進去啟動服務器就好了 第一次會有這個 第一次會有一個這樣的一個訊息 好那你如果按是或否都沒關係 他只是說這樣效果會比較好 你看給你看一下 我問一下各位 你有沒有看過棉花 有用過棉花對不對 就只差一個沒有看過棉花長在樹上 也沒有摘過棉花對不對 棉花真的長在樹上的 這個是我們實際去摘的 你看棉花長在這邊 這在南投國性那邊 這是有機的 我們帶小朋友去的時候就很好玩 現在應該還有一部分 就是大概10 好像7 8 9 10 11 12 大概下半年這一段是可以採收的季節 採收季節 所以你看像這樣有沒有 這樣摘下來 棉花的話這個是4磅的 比較標準是5磅的 你會發現這就好像一個那個 我們那個棉花球有沒有 所以我們摘的時候怎麼樣 小朋友摘得很高興 就像這樣 那所以像如果我要給你看棉花 我今天是沒有特別帶來 我要給你看棉花 如果直接拿在這邊給大家看 之後面的東西就看不到 但是如果我們用這樣子的一個攝影的方式 有沒有會比較容易一點 如果拿在我現場這邊 我就把鏡頭拉近放在這裡 這樣是不是大家就看得比較清楚 了解那個概念 就是說你可以是在教學上用 也可以什麼 也可以在一般的 你跟同學或者社團的一些分享 你都可以用啊 可以像這個方式 所以你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因為這個我們現在PC沒有無線網卡 所以你沒辦法實際測試 但是至少你知道說有這樣的方法 這樣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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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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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